我要解決的專面問題其實就是交通違規的問題 具體的方法就是做一個交通違規的檢舉平台 那民眾就可以譬如說他在路上看到有違規 他就可以譬如說拍照片下來 然後他就把照片送到我們的檢舉平台 那我們檢舉平台會幫他再轉送到官方的檢舉平台 那這時候現場可能會有華盛突破盲場 就是既然都已經有官方檢舉平台 那為什麼還要自己做一個呢 這就好像都已經有GOP而不省他居領兵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台北市的 現場台北市的同學 台北市的APP 就是你每次都一定要填很多個人資料 然後你要填這種恐怖的時間啊 遺典啊一大堆 然後通常你到這邊你就會放棄了 假設你還沒放棄的話你就繼續把照片上傳 然後再送出 然後這個是新北市的APP 每個縣市幾乎都有一個自己的APP 或者是有些事用明天 你一樣你每次 你假如要檢舉十件 你就要做十次就更多 然後通常你到這一步 你就會確定你一定會放棄了 然後這種就有個想法就是說 照片裡面就已經有時間了嘛 那時間就肯定是案發時間嘛 然後照片裡面也有座標 那座標我們其實可以 利用一些google map之類的圖資 來把它轉成那個案發地址 那也就是說我們真正要做的 其實是一個自動化的檢舉平台 那月初的時候我們參加一個open data的黑客松 然後那就是花了兩天去做一個簡單的demo 那上面的框框是讓你填那個車牌的 那我們當然希望以後車牌可以自動辨識的 但是實務上那應該是很久以後是錢的 因為現在車牌辨識還會有一些問題 然後那民眾只要填車牌跟上傳照片 然後我們的後段程式會自動幫他填剛那一連串一大堆的表單 然後警政署它還有一個open data API 是協尋失竊的車輛 那我覺得這個車輛 這個API它是很有價值的 可是我們一般民眾不太會去用它 比如說我會走在路上 然後我就看說 這台車是不是失竊的車輛 我來試路看看 對 那我們經由做這個自動化的檢舉平台 那趁民眾在上傳車號碼的時候 我們就順便去call這個API 然後來看這台車是不是失竊的 那這樣就會比較有價值 然後我們剛剛看到影片中 那個新北市的URN含用 但是 目前以新北市來講 每天還是要4-600件的交通回歸檢舉 可是這個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然後我們稍微推算一下 台灣大概一天就會有兩輛3000件左右 然後我們第二階段目標 其實希望說我們先把這個平台就是建起來嘛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這個是好東西 那這個很好用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希望說可以跟 官方就是原本的平台正併起來 那就不要說每個縣市都一個窗口 然後希望說可以讓後端的行政 承辦員局讓他們行政更有效率 因為目前就是據我側面了解就是 目前的員警比較會傾向於就是不舉發 因為不舉發他可能一下就可以 按個幾下就可以處理好了 可是如果他要舉發的話 他會有一連串的行政流程 所以他們好像會比較傾向於就是不舉發 那我們就希望說可以 可以利用一些資訊加速方法 可以幫他們讓他們行政更有效率 好 那講到這裡一般人可能想說 那我就是預料違規 我就無腦一直送 一直給他繳發單就好 其實就是這樣子的 我們舉一個那個 紐約有個資料科學家的例子 他就是說他看紐約的 紐約也是有很多open data 然後他就看說有個車位 特別奇怪 那個車位他一年 就是繳的拔單 大概相當於台幣100萬 然後就去看說 那這個車位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原來是這個車位旁邊 有一個消防栓 跟台灣一樣消防栓附近是不能停車的 也就是說這個車位根本就是個陷阱 你再停在那邊的話 他就 所以有很多人說 哎呦好棒啊 你怎麼停在那個消防栓上 然後就被開單 那也就是說那個資料科學家發現這件事情之後呢 然後他就去跟 政府反應 然後政府就過了幾週之後就把那個 再把那個車位化掉 從此就不會再有人 就是踩到這個陷阱這樣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 我們收到很多交通違規的檢舉之後嘛 我們就可以了解到說 有哪些地方是違規熱點 那為什麼這個熱點特別多人違規 那我們不是說一直無腦給他送罰單就好 我們當然希望說用正確然後適合方法 然後來看說怎麼改善這個違規熱點的問題 好的 然後剛才 目前進入是剛參加完黑客爽 然後希望可以 再一個月可以上線 然後希望可以明年就是 可以讓無故都可以使用這樣子 好的 謝謝大家 我們有問題 謝謝大家 下面還有幾個列寫資料 雖然能說 因為我想要來支援 只是雖然可以 因為是不是雖然是雖然 關鍵 直接要補充 我們今天四個所講他已經到這裡 因為上面海外